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最简单的一种样板的合并列印记性 我们选择外挂程式 把滑鼠移到4Mule上面 然后呢,按下右边 Setup 它右边又会再跳出一个选单 就是这一个 Choose Source Data and Set Merge Type 直接点下去 那点下去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做一些设定 首先,它会要不要选择 我们是用哪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这一个试算表 也只有工作表1这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我点下去之后 也就只有工作表1可以选 当然,如果你有好几个工作表 你就可以选择好几种 那选好工作表1之后 这个蓝色的Next 就可以按下去进行下一步的设定 第二步的设定 是要问我们总共有几种样板可以设定 那它预设是一种样板 当然,如果你高兴 它最多可以设定15种样板 那我们先来做最基本的一种样板的设定 你可以把样板取名字 取不取都没差 它预设的名字就叫样板1 那后面就是呢 每一列的资料都套用这个样板 那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直接按下 我们直接按下 Save 先存档 存好之后 右边这个蓝色的Next 它就会可以按下去了 那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建立我们的样板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右边这里有姓名 电子邮件 上嵌时数 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这个 试算表里面资料的第一列 也就是标题列 姓名 电子邮件 还有上嵌时数 那我要怎么把它套进来呢 首先 To代表我要寄信给谁 也就是对方的电子邮件地址 所以呢 我要想办法把所有电子信箱的资料 拉进来 怎么拉进来 它使用的是两个小鱼 跟两个大鱼 把它包起来 我打好两个小鱼 跟两个大鱼之后 我把游标移回中间 输入电子信箱这四个字 这样输入好之后 等一下 它就会一个一个去变换 把资料这样一列一列一列的资料拉进来 那有米字号的就是你一定要打的 你要寄给人家一定要有电子信箱 所以电子信箱一定要打 再来 Subject 就是我们一般寄电子邮件的阻止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在上面打上我们的阻止 好比我要打 老师您上嵌环教研习未完成 那打好之后 接下来下面的内容 我就是要跟每一个老师问好 然后告诉他们 他们上嵌多少小时 那使用的方法 都跟电子信箱这个部分一样 反正呢 我把要套印的资料 像姓名 都是用两个小鱼 两个大鱼把它包起来 所以我现在开始来打打这一封信的内容 好 我们看看我的信件内容里面 这两个地方 都有用两个小鱼 两个大鱼 然后把姓名 跟上嵌时数包在里面 那他就会 把这里的资料都套用进来 打好之后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Preview List 我们就可以预览一下 点下去 你看 第一个 大雄老师您好 你上嵌环教研习时数一小时 我们继续看 第二个 哆啦A梦老师您好 欠两小时 静香老师您好 欠三小时 我们可以这样子检查 检查完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按下蓝色的 Preview and Send 在我们按下去之后 他会再把所有的信件陈列出来 让我们再做最后一次检查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直接按下Stand Now 那他就会开始把信寄出去 他会告诉你 有没有错误 如果成功了 他会新增加一栏 这一栏告诉你 这封信 已经成功的寄出去了 那我们就来检查看看 我第一个人是大雄 他的电子信箱上嵌一小时 那我就进到这个信箱里面来看看 好在信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雄老师你好 你上嵌一小时的环教研习时数 这样子 每一个人收到的信 都会不太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